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莉 我們是阿米亞多莉 今天是今年最後一次錄影 但這個看的時候應該已經明年了 對 沒想到我們的頻道持續了這麼久 對啊好感人 好心酸 也好啦 不然疫情中也沒什麼事 有一些寄託還不錯 謝謝你們陪伴 謝謝大家 以後自己來年繼續支持 為什麼我是這個姿勢 不知道會是敗票 很虔誠 今天也是聽眾吵完 對 之前有聽眾問說 可不可以講一下日本廣告業的 內容跟秘辛 所以今天我下台來幫大家解說一下 因為Amy本人就是一個在 水深火熱的 傳言中最可怕的那家待國的大前輩 反正就是日本最大的廣告公司 知情的人一定知曉 那反正就不要把社名講出來 就簡稱 首先呢 我們就有聽說啊 因為這個D本身啊 似乎就大家都是就是背景後台 很雄厚 然後好像沒有背景就進不去 是這樣嗎 其實沒有耶 像我們就完全沒有後台啊 還是進去 有啦 我爸爸 我沒有 在日本嘛 對啊 就是他會幫你加分 就是如果你有後台 但是如果你真的爛到一個沒有過基準點 其實還是不行 所以鼓勵大家就算 不然 永遠嘗試 就算沒有後台也可以挑戰一下 對 對 一種事 相關的 也就是靠關係走後門進公司的意思 那是不是對新人 對有一些很特別的要求 什麼的 進去之後 投風的要求 什麼要求 其實你也應該很有感吧 我有感嗎 沒有 我好可憐喔 因為就是本公司就是很容易欺負 也不是欺負 就是會想要給新人一些 震撼叫 下馬威 對 然後就所以你第一年進去的時候 就會被要求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什麼一定要30分鐘前來 然後接電話 而且超瘋的 他就說電話不能夠讓他想超過一聲 對 所以如果他這樣拎 然後在他拎第二聲 所以你就馬上掀起來 所以你也受不了想第二聲 編輯所以我很習慣 然後 那之前比如說有一個新人來的時候 然後前半人還有說 啊他就是比你慢接電話 就是你接電話就 就大家一定會看這點 然後我非常清楚這點 所以我這個人接電話就很認真 然後還要擦什麼 就是不是會寫說今天誰誰誰要去哪裡 拜訪誰誰誰這樣 然後要把那個黑板擦掉 可是那個黑板其實有專門負責的人 我覺得真的很像比如說 比如說少林寺 像少林寺 比如說你如果要當學徒 第一年可能要掃地什麼 就是我們也是第一年就會有很多 呃 其實這個明明就可以給 因為我們一定有另外請約聘的人嘛 就是明明就可以給他 但他就是要讓你做 就是最無聊的 然後最那種負責聯絡大家那種 因為年資也很重要 只大一兩年 對 然後那種人其實蠻難相處的 那種人超討厭的啊 對啊 我真的假的 他是絕對不會幫你 而且他會特別是 會特別喜啊 對因為他終於他是 前一年的苦媳婦 對 因為相報你何時了 但我覺得我人還好 就是我還是有把他忍下來 你看我看起來這麼的不能忍 我還是有把他忍下來 我有好好的去做這些無聊的事情 但你後來就會慢慢就覺得說 啊 在還沒有籌碼的時候 跟人家生氣 跟人家不會停 對 而且就像我剛剛說那個節點話 他們很奇怪 就是有人明明很適合做大事 對 但明明 然後大部分人只適合做小事 但他們就會覺得 就是連這種小事都做不好 就 就會立馬貼 啊今年新人這個不行 就是有那個新人無能標籤 他就會跟你一輩子喔 對 除非禮換公司啦 但那個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新人慢慢的 也會無法了解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就會很嚴重 我們新人訓練的問題 對 對 然後就一直吃 就是 對 在 新妞社營 今年剛剛招考進來的新建員工 也就是一年目 我很好奇啊 是不是真的加班很 很瘋狂 因為之前 滴滴滴 上新聞的時候 就是因為有一個人在 他工作 他可能到三百四百這樣 然後就 反正如果網上都有啊 就自殺 然後最後 最後是有判公司 有錯 對 對 但那個人比較複雜一點 我覺得他的 因為他不只加班 他還就是受到了蠻多 我們前輩的那種氣壓wl 也還蠻嚴重的 對 integration 加班的話 可是我們那個年代應該大家都要加班吧 我覺得現在他們已經不太會加 我還好 從你拿下都留了我 真的嗎 對啊 我們倒也不會說是沒有做 就是做完了然後還留在那邊 就其實還好 並不會有太多人假裝加班 可是真的很瘋的時候就是 你要那個中文叫什麼招標嗎 就是你有幾個大公司 或者是幾家公司 然後要去要一個很大的 Case 的時候 那個通常都是幾十個億的 有時候可能還會幾百億的預算 所以就是很瘋 然後會有一個業務就是 Super Sales 就是他是統籌的 對他統籌 然後他會去各個部署拉一個大隊 就大概二十幾個人 然後二十幾個人在那兩到三個禮拜 大概就是生命共同體 那很可怕就是 你知道就是沒有一個基準嘛 然後所以就是 不知道哪個東西是到做好 就在時間之內就是不停的要做 對 然後通常就是Super Sales 他會有一些就是背景 就譬如說他會知道這個客戶的喜好什麼 所以他可能就會花一些時間去 要一些情報來 然後就跟著他那個情報 就所有的提案就會重新翻個兩三遍 然後有時候還會有社內Q5 就是你要成為那個大隊之前 你可能會有兩大批人 然後這兩大批人要先幹鬼子 哇靠 對 所以就那個時候我記得最誇張的一次是 我們跟 因為我們是戰略部門嘛 會直接跟創意就是Creative 一起就是把那個電影做起來 所以就是到最後的一個禮拜 說幾乎每天都是四五點回家 然後洗個澡蜜一下 就把早上大概七八點又再去 然後你一整天就是跟著這群人 在一個很大的 諾大的會議室裡面幹活 然後那會議室就越來越臭 越來越臭 越來越臭 非常的可怕 你們公司有 畫出來你們公司有入綠間嗎 有 也有睡覺的時候 我們也有 也有 也有醫生 就我怕你做什麼 我們也有什麼事情 我通常都只需要對一個人 喔 對 然後像你們這種 比如說我們可能有雜誌的時候 可能會這樣 就大家等一個人的裁決的時候 我覺得那就很容易 全部的人一起死亡在那裡 對 而且又 就是我覺得 日本人的好的地方是說 他們很 很龜毛吧 就是 對於細節都很要求 就是改那個一字一句啊 對 我也不能理解 然後就所以 就變成說你可能這邊 覺得你只改了一個字 然後美術那邊就會 牽一把洞全身 美術那邊就會覺得 啊這個就不符合 不行 就要從粉紅 換顏色 對對對 要從粉紅成綠色 然後印出來之後 就覺得印出來又不太對 然後就不斷的巡迴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好瘋喔 但你覺得就是 做到最後一秒真的有比較好嗎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啊 因為客戶他看到之後 搞不好 搞不好一半 第一半是最好的 對 所以就會變成就是一個 自爽的狀態 我覺得這個 這個情況是 日本人加班最嚴重的 因為以前前夫也有告訴我這樣 他們也是好像 比如說某一個 某一個東西 然後也是大家一起做的時候 就傳傳傳傳傳傳 然後改一圈再傳回來 然後就變成 回來的樣子 至少日本是會給加班費的啦 對 對那個時候會給啦 現在我就不知道 你們還有在給嗎 呃有給啦 有給 對有給比較好 我們那時候也有給 沒給沒有人要做吧 這卡子藏有 為了賺生活費的加班 以及明明沒事卻故意加班的意思 因為做廣告最 我覺得最艱難的 就感覺好像會有很多很奇怪的客戶 客戶 可是客戶 應該每一國的客戶都很瘋吧 就以為父前是大爺啊 對啊 日本的話 不過我覺得以前真的很嚴重 因為那個 就自殺的那個妹妹 其實也是跟他的客戶有關 我覺得就是客戶瘋瘋 對啊 大家都知道第一旁邊有一個 就是 通訊業者 那家很瘋喔 那家很瘋啊 而且因為很近 所以他會馬上把你叫來 蛤好飽厭喔 我就覺得 他們那個部署的營業 就是掛了非常多人 就是沒有真的死亡啊 就是很多人就患 就沒有壞 就受不了 對 就會這樣 所以客戶真的是有差 我覺得我運氣還蠻好的 因為我最大的客戶是 日用品商 然後 然後 女生也很多 所以就比較 紳士 然後比較 普通一點 還有 還有有客戶會性騷擾吧 你們會逼說一定 每個人要有兩三首很會唱的歌 還有會跳舞